中国最近发展太快,尤其在基础建设和硬件发展上,更是被网友冠名为基建皇母和陆陆通,但最近被俄罗斯普京等著名正要赞叹的高铁,在基础建设上占无不胜, 但中国却遭到挫败,不仅2800亿大单被夺,中国还遇到了竞争对手,据9月10日德国明镜在线报道趁土耳其拒绝继续同中国在高铁铁路领域的合作,专而同德国西门子合作,此次订单的转让涉及金额高达35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800亿,而据了解此前土耳其一直热衷于与中国进行合作, 在过去几年里,土耳其的铁路高铁项目都是由中国承建,譬如中土两国在高铁领域最典型的案例,土首都安卡拉到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铁,其中我国修建路段全长为158公里, 甚至土耳其对安卡拉铁路的施工质量和运营后的稳定赞不绝口,而此次总金额高达2800亿的高铁大单,我国也同土耳其谈判多次, 但土耳其要求太多,最后只能无中而过,随着德国西文子的加入,显然标志着中国在土耳其铁路建设上彻底出局,而带来的后续影响却不容忽视, 一是中国竞争的失败,将导致中国企业遭到质疑,二是德国等国的介入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中国铁路发展和对外投资无疑遇到了瓶颈,走出去并不容易,对此有专家分析, 土耳其铁路的失败虽然有不利的因素,但也给中国企业再次敲响警钟, 中国企业不仅要改变在价格上的低廉形象,更主要的是在质量上更要提高标准, 俗话讲,三流企业靠劳力,二流企业靠贸易,一流企业靠标准, 制定标准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最有技术的企业,而中国现在还处于二流企业, 所以一流企业才是中国应该最终目标,估计土耳其2800亿的大单, 错失之后中国企业肯定会痛定思痛,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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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